廖委員你好 曾副部長 這個你有沒有收到我們總統府轉下來 有關於這個奧地利維也納爾大學的教授 Nowak 跟這個聯合國經濟文化 潛力委員會的這個委員 這個兩個人要求他在明年二月以前 明年二月以前 他到台灣來調查人權案子之前 不得執行死刑 然後馬總統特別把他轉下來 給你外交部跟法務部 有沒有這回事情 這件公文我們有收到 我們看過了 那現在就是 第一個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 照道理來講 對國際人權的報告我們不必送過去 所以我們馬總統就便宜行事 就請國際的人士來做調查報告對不對 所以這個兩個教授就是被邀請來做調查的報告對不對 所以調查報告了以後 現在就要求他來報告之前 不得執行死刑犯 那你們現在接到這個公文以後 是不是遵照辦理 跟委員報告 我們法務部的立場 都是一貫的 我們是依據我們國內的法律 在執行 而且我們尊重國內的民意 來處理我們的業務 所以我們不受國外的任何的意見的干擾 我們還是照既定政策在處理 好部長 可是現在我們所掌握的資訊並不是這樣子喔 第一個當這兩個教授來喊的時候 我們總統要求你們 妥勝言處 所以外界的認為是外國人干涉我們的內政 同時也是總統干涉司法 是不是這樣 我們不認為這樣 因為國外的人士 他提供的是他個人的看法跟意見 那我們政府是照我們的法律在執行 也因而我們沒有被干涉的問題 就我們所掌握的情緒 我們法務部本來的定的方向是 對執行死刑犯的有一個先後的優先順序 第一個當然是調查的已經證據非常竊逞 而且是殺那老肉婦孟 以及殺一個人以上的優先來執行 是不是這樣 我們過去是因為已經累積了不少的定案的死刑犯 所以我們會優先以窮凶惡極 人神共憤的這樣的一個犯罪的受刑人來執行 部長 我們當然對這個我們現在執行法律 我們當然要尊重 我們最近有一個很駭人聽聞的新聞 就是台南市曾文青 割合十歲的兒童的事件 引起了所有的前國人的共憤 為什麼 第一個那十歲的小孩根本沒有抵抗能力 第二個更可惡的是曾文青先生 他上網查了 查什麼 說在我們現行的我們的法務部的規定之下 殺一兩個不會去執行死刑 所以他說我只殺一個沒有關係 我可以怎麼樣 可以在牢裡面好好吃我的飯 我不必在外面去討飯吃 部長 他還是上網去看喔 所以造成怎麼樣 殺一個沒有關係喔 可以吃終身飯喔 部長 他這種看法完全的錯誤 照我們了解呢 這些死刑確定的受刑人裡面 殺死一個人的 已經有27個人判死刑確定 所以他所了解的 他所知道的是錯誤的 而他這種觀念呢 我們要嚴格的嚴厲的更加譴責 好 部長 我們上次執行死刑犯槍劫的是什麼時候 去年三月份 去年三月份 到今年呢 多久了 到現在已經多久了 一年九個月 一年九個月 然後我們所得到的情報 是不是法務本來在八九月份 本來想槍斃的一些人 九個人左右 是不是 沒有 沒有嗎 我們就是說 非常的審慎 我們照 死刑死刑案件的實事要點 非常審慎在審核 審核出來以後我們就馬上執行 你們本來是要執行 後來碰到雙十節 然後現在又碰到這個 那我現在請問 你剛才講得很清楚喔 是 我們不受到這兩個國際學者的干涉 我們該做的還是做 那請問 他在要求你們明年二月以前 要執行死刑犯 會不會 我們不受他的影響 但是我們照基定的 那意思就是會喔 不是我們不受影響 不受影響就是說 你還是照你的死刑犯 我們照我們原先的 我們的基定 我們審核 審核認為沒有非常上述 審核在審 審核大法官會議解釋 或者其他的情況 那就由我們本部的 執行死刑的審核小組 審核結果出來以後 我們就執行 好 那請問你 現在已經 這一年三個月 難道你的效率不高嗎 這一年三個月已經 經過剛剛你說的審核小組 已經審核 然後經過你部長批的 有幾件 跟委員報告 我們目前還沒有審核小組 還沒有召開會議 因為他 那個審查人員還沒有 將認為 確定沒有 疑義的 送出來 所以我們目前 也是在 待命之中 隨時只要他們 送出來的話 我們就依照 既定處理 你講的話 你講的話 是不是有一點違心論 不會 我們照事實再講話 一定是在 受到國際人權的 組織的規定 施壓之下 所以現在不敢 不敢去執行 沒有這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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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你 審核小組 從什麼時候開會到現在 他沒有定期的開會 他是說 有審核人員 把這個案件 審核認為 沒排除了任何的疑慮之後 他們簽出來 簽報出來 那他們接到這些 案件之後 他們就會召開審核小組會議 那換句話說 他們不提審核小組會議 審核小組不通過 那這些死刑犯 永遠就一直在吃牢飯了 不會 我們的檢察官 但在審核的時候 絕對沒有這些 考慮 那我請問你 最長的死刑犯 已經判決定驗 還沒有送到的 有幾個人 還沒有定驗的 就是說你已經 已經定驗完了 還沒有送到你審核小組的 還在審核小組裡面 放在審核小組的 到目前有幾個人 還沒有放進審核小組 但是已經抱到法務部來的 目前有61個人 61個人 哇這麼多 你就這樣 就讓他在吃牢飯 這樣一直拖下去 所以我們非常審慎的在審查 審查 審查 今年三月份到現在 已經一年幾個月了 一年九個月 一年九個月 那為什麼太沒有效率了吧 我會 督促他們 盡快的來審核 審核出來以後 現在 部長 現在大家都看你 有沒有被外國的協議者干涉 有沒有總統干預司法 最好的證明就是 在二月份以前 仍然執行死刑犯 就不會被人家懷疑了 如果你在二月份以前沒有執行死刑犯 就是被外國人干涉 就是人家會說你總統干預 是吧 怎麼辦 所以跟委員報告嘛 我們沒有時間的限制嘛 只要我們審核出來的話 我們就隨時可以執行 我剛才講 你六十一件 照你們的執行 老肉婦孺的 而且證據調查這麼清楚 三審已經定業了 而且已經送到你法務部了 是 有六十一個人 對 那這麼走的一年 從七年三月份到現在 一點績效都沒有嗎 我不是要鼓勵去執行死刑犯 是 我不是鼓勵喔 只是現在因為出來就變成 好像有國際人家去干涉你的 變成這樣 那好啦 譬如現在剛剛講到 沟喉的那個曾文青 他上網也看了說 殺了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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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那是不是將來鼓勵很多人 對不對 我先殺你一個人 我先把曾部長殺掉 我也坐牢了 我吃裡面飯 養的白白胖胖的 不可能沒有事嘛 我們當時解答官就要申請 基押法案的准許 他當 他的人現在在收押 所以部長 我是覺得今天 我希望部長 要澄清避免被外國學者干涉 避免被收總統去干涉司法 你最有效的就是 立刻去執行 立刻要求審議小組 先執行幾個吧 市長跟委員報告 我們受他的影響 該執行我們就執行 我看你 我現在跟你打賭好不好 你明年二月份之前 你絕對不敢 我不能跟你打賭 是因為我們那個審額 審額出來的話 我們就執行 審還沒有出來之前 所以你那個勇夫辯論不是勇了 跟這個無關 跟我的民主幹 謝謝 再過來部長 我今天看你的資料 我真的很想退回去 你說你的定罪率 百分之九十六點一 無罪的只有不到百分之四 可是司法院的呢 無罪的是二十二 二十一點九九等於等於二十二趴 怎麼會漏差這麼大呢 你就把那一審定案 你不是把最後結果嗎 有 不是不是 我們一定是確定了案件 才是定案 那個那個 林秘書長請你上台 林秘書長請 秘書長你的報告裡面不是講說 無罪的比例平均二十一點九九嗎 這個是上二審 對不對 上訴到被告上訴二審 所以我剛才跟問部長嘛 是最後定案的嘛 對 那 那他說他就是最後的定案 這個二十二就是 二十二是對照於上訴案 上訴的被告裡面 對啊對啊 上訴那如果那當然 那全部的被告 全部的被告在將近十年來 是一百六十幾萬 那你要去看這個 那個分母的問題 對 所以 部長你聽懂沒有 不要去美化你的數字 不是剛才秘書長意思是說 有上訴二審的這一部分 那如果有一審 被告也沒有上訴 就確定了沒有包括在 秘書長所談的這一部分 我講的是 完整的全體的確定案件 所以部長 我是接在你的報告裡面 因為時間上有關係 我很坦白的講 講的都是非常的好 對不對 我們召集檢察官 主任要來開會 對不對 最後結果呢 你們有去執行嗎 那檢察官亂七八糟起訴 你們還是讓他過關呢 有 我們現在都 要求三審去審核一審 然後呢 二審查不公開 審查不公開 去搜索人家 搜索完了以後呢 最後跟他無關 最近就一個案子 我不方便講 媒體爆了這麼大 轟轟烈烈爆了這麼大 頭版新聞 最後發布一個新聞說 跟他沒有關係 委婉婉之上 不公開的具體案例 我們會處理 對不對 這個就一個 最近你就很清楚 一個事情嘛 對不對 反而你們 你們檢察官 調查局去幫助什麼 幫助那個 那個 那個壞人啊 我們都很清楚啊 你知道嗎 所以我在想說 你們還有再過來就說 哎呀 我們司法院 我們的法務部 是一個行政監督權 我們不去干涉 問題就在這地方 確實法律上規定我們 對啦 所以我跟你講 所以你講這句話 等於法務部就廢掉就好了 就不用法務部了 還是要 就不用法務部了 個案我們不能干涉 不是 因為個案 就影響到你整個法務部的形象 相信老百姓不知道 你知道嗎 就影響你部長的形象 你知道嗎 影響總統的形象 你知道嗎 所以我希望部長 剛才今天的重點喔 現在就看你的 是不是勇夫喔 還是懦夫喔 你是不是在欺負到 這個這個外國學者喔 我基本上 我們對依法行事 如果以後 廢死刑 通過我也沒有話講 但是現在還是有死刑的 執行的 而且你千萬不能讓外國人 來來干涉我們的內政 我們不會被干涉 對不對 所以你為了避免被 不被干涉 你就二月份以前 年底以前 我就看你怎麼執行嘛 然後你說 這個審議小組 從去年一年九個月 連一個案子都沒有審 那這樣的審議小組要幹嘛 廢掉就好了 也不是 因為沒有簽出來 當然他們沒有案 那你也不管 你也不管 他沒有簽出來 你也不管 那六十一個人這樣子 被受害的家屬 你也不管 當然我們也是 要求慎重 慎重之下 你不怕 你不怕監察院到時候來談了你 我們有依法在處理 沒有啊 你有依法嗎 因為從去年一月三號 那三月份到現在一年九個月 一個案子都沒有開票 一個案子都沒有執行 那你部長是在做什麼 你說你沒有違反之前嗎 要是我監察院我就拜你 對不對 你沒有去進行嘛 那媒體講說會執行九個 是不是事實 你也說不是事實 沒有 所以我們還沒有執行的事情都不能講 那換句話說這六十一個 一直可以偷偷偷偷到 將來他的生命結束為止 都可以不要執行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絕對不會這樣 絕對不會 那你想說 會不會二月份 二月份以前沒有執行 他人走掉以後 給他一個面子 他人走掉以後 我就開始執行 會不會 我們不受他的影響 不受他的影響 我跟你講 部長 一定受影響的啦 不會不會 不會 我們打賭好嗎 一個盤牛肉麵就好了 可以嗎 你保證你二月份以前不會執行 不然我們這個時間 不能事先來講出來 不是我知道嘛 你不是勇夫了嘛 對不對 我們依法